一定連阿包的三點也出面來回應出英文 我們繼續來看 因為個人超越派系完完全全是為了國家 我在登記參選的時候 我已經公開表明 如果蔡英文總統贏得初選 我一定全心全力支持她 當然我也希望蔡英文總統 也能夠表達同樣的態度 如果我贏得初選 她也能夠支持我 這樣團結合作 我們自然而然就可以打贏明年的總統大選 也就不會有分裂的問題 至於總統如果沒有得到提名 會不會陷入憲政空窗期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現任的總統 他的任期有法律的保障 憲法也針對總統的職權 有完整的保障 因此不會因為現在的總統沒有得到提名 而陷入空窗期 我在這裡也跟國人報告 如果贏得總統初選 我不會干預蔡英文總統的職權 我會完完全全尊重